曾几何时 罗志祥被歌迷们称为亚洲舞王 以彰显他在歌坛的影响力 虽说在名头上有些言过其实 但论舞蹈功底罗志祥的实力绝对算是一流 不管是演唱会还是颁奖典礼 有他在的场合一定不会冷场 但谁也没想到 在一年多前 罗志祥维持半生的人设在周扬青的轮番攻击下土崩瓦解 个人声誉达到历史最低点 在事情发生后 各方的解约书分支踏来 罗志祥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最后只能带着母亲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事业面临全面停滞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沉淀 罗志祥也开始尝试复出 在阔别舞台一年多之后 他和他所属的经纪公司都有了具体的计划 在发布新歌之余 也为罗志祥筹备了一些演唱活动 客观一些讲 即便罗志祥犯下了很严重的错误 但是有些粉丝还是喜欢他的 因为他搞怪的搞笑风格没有偶像包袱 可是复出两字说出来容易 做起来就难多了 就在11月20日 罗志祥在自己母亲生日当天上线自己的新歌 并取得不俗反响 但紧随其后他的新歌就被曝有抄袭之嫌 可见复出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好在罗志祥和他的团队好歹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 抄袭仪式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影响 反而进一步助推罗志祥靠新歌成功付出 获得的曝光量也水涨船高 或许是看到了付出的希望 新歌发布后没有多久 罗志祥方面又宣布要参加跨年演唱会 看上去颇有成胜追击的意味 据台媒报道 在12月初期 已经靠新歌打响知名度的罗志祥向着付出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他宣布将在自己的故乡参加今年的跨年演唱会 并且有爆料称将是以压轴嘉宾的身份现场 有些粉丝听到跨年演唱会和压轴嘉宾两个字眼 便开始猜测罗志祥要再度翻红了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并不简单 确确实实 抛开罗志祥之前的私生活不谈 他的确是一个音乐和舞蹈全才 也影响了一大批的青少年群体 但是身为偶像更应该以身作则 给青少年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而今国内正在进行过度娱乐化的整改 并且很多诗德艺人都遭到封禁 罗志祥想想翻红肯定是不容易的 甚至在国内这件事就不可能发生 事实上 翻开媒体的报道细细研究可以发现 所谓的跨年演唱会和压轴嘉宾 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此次跨年演唱会并不是大伙平时听到的那种规模 而是在罗志祥家乡花莲县举办的活动 跟我们熟知的台北小巨蛋有着本质上的差距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算 现在的罗志祥只是被小范围所接受 距离他再度翻红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毕竟放在以前 这种场合恐怕还请不动罗志祥 其实退一万步讲 即便是罗志祥翻红 他也回不到往日的巅峰了 正如冯小刚说的那样 演员不要去参加真人秀 容易让观众跳戏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罗志祥那段不堪的过往 看他唱歌加跳舞时又怎么会不跳戏呢 那么你看好罗志祥的付出吗